你家的周围 不管你住高楼住lander property 你家的周围就算你看不到都好 那个所谓的外面的设施 他们都会直接对你的家有影响 你懂吗 OK OK Kelvin 听我一句话 你你你的家整个家 你你去你你你不要把这些门丢了 先把它不要不要不要把门 不要不要把门拆了 继续再用OK 继续再用 你们 你们你们 你们不要你们不要搞到那个 你们懂吗 康庄大道你不走 后来去窜小路 OK 那窜小路是蛇窜的 蛇鼠窜的 不是我们人窜的 我们人做了大门 就是给我们走的 OK 那么你们不要去窜这些门 重点是 门落在什么地方 你的合约被取消等等的 是跟你今年 你的风水的格局 你的你的有有关系 你甚至跟你的八字有关系 那我现在当然讲风水吧 你现在你你提到风水 你的而且你的命格是久 你不要看你命格是不是久 你看看你的那个 呃 你在家是属于什么挂 如果不懂怎么取得挂 没关系 我们这这接下来这九月 我们有开一堂课来学习一下 多听多看多学 你们这样的做法 我知道我我懂这样的 这样这样的 后来每个人都以门为主 第一你要想一想 门本身开只是 动态大 就这样子 门不会因为你开了个门 气就进来 回来就 比如说这个门在这边 进来 回来门就出去 气不是空气 大家要记得 OK 气不是空气 我们不用窗不用门来 来定一个风水吉凶 你家的周围 不管你住高楼住landed property 你家的周围 就算你看不到都好 那个那个那个所谓的 外面的设施啊 他们都会直接对你的家 有影响你懂吗 OK 对你的那个方向 你那个挂有影响 不用你开门的 当你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 加上刚才跟你讲 气不是空气 OK 跟你开门在哪里 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 OK 那么 气只有像素 所以这个像本身提出来的那个像 是怎么样一种像 所以你要观察你的风水周围 这是功夫 那么 这功夫当然比较难学 不是难学对不起 比较不是难啊 是很容易学 是 不普遍 因为真正的功夫 哪里有随便都丢给人家 对不对 你要懂得 如果你要改造你的物质的话呢 你必须要懂得看外局 OK 那如果不懂的话 起码学会如何看内局 那我是这样子来建议 Kelvin Kelvin 你的你的Kelvin E 你的那个 你的今年观看一些你的东北方 你的东北方 东北方 东北方 你你的家的中心点看出去东北方在哪里 OK 或许你的东北方呢 那一边呢是偏低的 偏低的 OK 路是偏低一点的 比起其他卦 偏低的 二 可能那一边呢 你有种植很多植物 OK 我测想了 可能你有种植很多植物 OK 那么 嗯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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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那边有等等的那个树林啊 啊在那个地方 你看一看是否有如此啊 那我给你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案吧啊 你很难给 因为你的太极看你 因为听你讲你应该没上过我们的课哦 这个很难很难告诉你方案 你尝试一下 OK尝试一下 因为我不我不晓得因为你没有上过我们课我很难跟你讲啊 你你去你的这个 东北方那里呢 那 去 去买了朱砂哦 朱砂 OK 包括人家盖章的那些都可以用啊 那些印印 印印印尼对叫印尼哦 红的啦 当然哦 那你去去点 去找一个 日子 真的不容易 按照你的运气吧啊 好能够赶快做就赶快去做吧 你可以 还有更简单方法 对我再想一想 嗯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去去用那些 红色的 红印有卖的哦 红色的墨水 所谓的红色墨水 一贯的啊 那么 拿着一个一个一只一只一只毛笔 拿着一只毛笔哦 那么把它点一次往东北方 然后这里不是教你 我现在是跟你讲卦哦 但是我又没办法跟你解释 因为你没没上过 还没有上过那么多课 但都是挂来的哦 那么用这红色呢 去你的东北方点 就是墙壁也好 打他打台极 刚才讲的打台极哦 点三点 沾一下点一点 沾一下点一点 沾一下点三点 那么点点这三在点的时候呢 你在想你面临的问题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用你的意 来注入 ok 然后呢去做这么这么这这这活 希望能够能够帮得到你啊 ok 那么他你看那些问题 那要改门啊 用后门用这些 你省下这功夫吧 真的省下这功夫啊 没有意义啊 真的没有意义啊 好那些是坊间的做法了 很多都是坊间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你会不见 现在是坊间的做法 一直在家里面 也别想像我 在那里面 给你吃点 好那些东西 几个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有点子 我会不会确定 然后给你吃点 不是 我说你却 你一直在吃点 你家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我 多小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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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